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车将承袭CMA超级母体的运动基因 搭载沃尔沃DriveE系列的2.0TD钢类直喷涡轮温压发动机 最大功率140千瓦 最大扭矩300牛米 同时Prefix这款车的车身宽度达到了1869毫米 轮距1618毫米 而且前后配重比接近50比50 可以说兼顾了驾乘舒适性与运动驾控性 由于目前这台车还没有上市 还处于一台时装车的状态 所以对于外观和内饰的细节 我们就不做过多的展示和讲解了 但是从大体上可以看到 这台车尤其是它的内饰层次感非常的好 而且用料也非常的扎实 两块大屏也代表了十足的科技感 让人感觉还是非常不错 那截止到拍摄 这台车还没有确定它的中文名字 这款车搭载了一台2.0T的发动机 这颗发动机也应用在沃尔沃的S60 S90以及领克03上面 它的最大功率达到了140千瓦 峰值扭矩300牛米 这个数据和领克03的2.0T版本是一模一样的 这台发动机它拥有一颗低贯量的涡轮 可以有效的减少涡轮持质 而且这颗涡轮的最高转速可以达到24万转 这也能够让发动机在中高速的区间 动力转向会更好一些 与这台2.0T发动机匹配的是 一台7速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 那这个形式和星月还有领克03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这台7档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 在日常驾驶以及在赛道表现如何 我们下午会有一个验证 我们下午会有一个比较快收到2周 一位天下午会有一个厨内的生命 我们下午会有一个处理的 提供的箱里圈 我坐在那里 我们下午会有一个验证 我们下午会有一个比较保护的 但我们下午会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的 感谢观看 今天也是很高兴啊 能够和极力汽车研发中心的院长 胡院长来同场经济啊 今天在这个宁波赛道前行玩的都非常的嗨 然后胡院长那刚刚您也开着这台Preface 在这个赛道上面驰骋了 想问一下您对于这台车的操控 有一个什么样的评价 应该说这台车 作为我也是第一次在赛道上开这个车 那其实本来我对它没有太多的期待 但是实际上在开的过程中 我发现这个可控性能够好 所以说因为这个车 我们更多的是一个舒适性的一个平衡调教 但是在这车道上面的话 应该说整个一个转向的一个响应 包括车身的一个姿态 应该说还是相当相当的稳定的 对对没错 所以说让你在这上面有很多的一个信心 去更高的速度去开过每一个弯 对是的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咱们这台车是采用了这个CMA的架构 您觉得这个架构对于整个车的一个操控 还有舒适这方面起到了什么重要的作用吗 或者说这台车它有一些什么样的技术亮点吗 实际上整个一个CMA架构的话 应该说它是一个核心 因为在我们开发CMA架构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给这个车是留了很多的一个调料的余量的 首先就是说CMA架构它可以提供一个更高的限制 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个更高的限制过程中 去寻找一个各自的一个风格的一个平衡点 那同样这个架构它们的话 我们的这个领克03加 那就是一种纯粹的一种运动 就发挥到一种纯粹的运动 发挥到纯粹的一个限制 那这的话即使我们是在做一个更舒适的调教 但同样也可以让你体会到这种驾驶乐趣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架构本身 它更宽的一个余度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形式表现 对没错 毕竟对于老百姓来说 还是在一个大街上行驶的时间是非常多的 所以这个舒适性还是非常重要的 那今天也感谢吴院长 好 感谢你 好 今天这个活动环节其实很短暂 然后也很刺激 但是现在我不知道结果我们是赢了还是输了 我们也不知道 其实我觉得输赢都不重要 毕竟这就是一个娱乐 然后我觉得有必要咱们仨对于这台preface这个车在今天整个的一个表现做一个总结 我先说吧 首先我觉得这台车其实外观和内饰我们就不多讲了 从整体的操控性方面还是给我一定的惊喜的 毕竟它是一个2.0T的一个动力 首先这个动力还是OK的对吧 在这个出弯加速的时候还有直线的时候 整体的动力表现都不错 然后我觉得底盘呢 更多的是偏向了舒适性的一个调教 因为你可以从整车的内饰也可以看到 这个车看起来还是很豪华的 所以我更愿意舒适夫的去开着它走在这个赛道上来 当然这个车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除了动力之外 还有就是它的转向 转向很细腻很灵敏的 这个是给我两个比较大的一个好感 好我就接着你这个转向这部分 转向这部分确实也给我一个特别大惊喜 因为我也开过之前一些其他很多这个中文品牌的车 说在这方面调教这款PROFACE 尤其在麋鹿测试的时候 在做第一次麋鹿测试的时候 以我的这个做了这么多次经验 就包括其他车型 今年一年做了上百款车了 基本上咱们也看 基本上第一次能够非常稳定的通过测试的车型很少 那么它第一它的转向的直向性 然后准确性 还有整个车的稳定性 我觉得都还可以 所以你第二次直接用了80多公里 第二次那个是15 当然是80多公里 我信心满满 我觉得80多公里应该是可以的 然后在赛道上面 我觉得这款车其实开起来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大 这个车感觉开起来非常灵活 比较小巧 然后尤其方向的动态一起来之后 感觉这车非常紧透 对对对对 然后车尾的动态是头身非常喜欢的 对对对 我这有麦 简单的说一下车尾动态 我觉得刚才我们在跑圈速的时候 我特别优雅的带着一个小姐姐 然后开着空调 然后开始座椅通风 然后很舒服的走在了所有的高路肩上 然后以这种弹跳的方式 通过每一个弯角 然后确实 首先第一这辆车的车尾的随动性非常好 另外就是会给你有一个很愉悦的感觉 就是你觉得这车开着很灵活 另外就是这辆车在整个底盘的调教上来说非常有韧性 就是吸放 就是没有多余的动作 第三就是这辆车的ESP标定 其实更偏向于是一个运动车型 所以它不太是你一打方向就过来干扰你 然后其实它是在暗中的保护你 然后又让你能够感受到这种驾驶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么一个车不显大 开起来是一个非常小巧的一个车 另外在迷路测试 我觉得它在迷路测试的ESP标定 其实和赛道里的差不多 它也是能够让你先转进去 然后再帮助你进行刹车 基本都是在B区的那个时候 所以它的极限还是挺高的 所以刚刚我们做了整个的一个圈速 好像是林老师刚刚做了一个2分20的一个圈速 接下来就交给林老师一个任务 就是带着大家用这台preface 然后给大家讲述一下宁波赛道到底该怎么跑 好 走吧 嗯 好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从吉利preface的车内视角 来看一下宁波赛道的攻略 首先在通过长直到龙门架之后呢 我们还是要尽量的靠在中间 通过1号弯之后呢 尽量靠右 那么刹车之后切到2号弯的弯心 然后继续贴右 然后再刹车 这样这个弯的节奏只要控制好了 在出T3的时候的车速就会快很多 好 到T4的时候我们慢慢往左边放 放到最左边可以保持一个全优门的加速出弯 那么这里呢有一条非常长的直道 在这个长的直道也是要慢慢的贴到右边 好 我现在切到左边的弯心之后 不要立刻的去开油 也要尽量的往右边的靠 然后往右边靠之后要慢慢的 因为这个是一个上坡的右弯很长 好 现在放到外侧之后 可以把方向慢慢的往回回一点 然后因为这是一个很长的右弯 可以让车走的更自然一点 好 到现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继续要贴右 在50米之前 大概在80米到100米的时候 刹车这个弯呢 是非常有难度的 因为它的弯心非常的深 好 出完之后呢又是一条大概 300米的长直路 这条直路呢 紧接着呢是一个左转的一个直角弯 是一个非常高速的弯 在中刹之后捡一个打啊 然后切弯心立刻就要把车抛出去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位置呢就跟我们 跑比赛的这个赛道不太一样了 应该是向左有一个实际 咱们穿过去之后啊 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弯给截掉了 就可以在这全油门 然后收一脚油 通过一个高速的S弯 可以非常的快通过 这块特别过瘾 那么紧接着在这个发卡弯的时候呢 要早杀一点 因为在这个发卡弯的刹车的弯心 刹车进弯心的位置呢 是有一个上坡 那会儿轮胎的抓地力会下降一点 OK好 宁波赛道最有意思的下坡弯 刹车这个位置来了 这个位置呢 其实对任何车都是有非常挑战的 从刹车的开始的点和松刹车的点 都是非常讲究的 好 下了这个下坡弯之后呢 紧接着就是一组S弯 其实这组S弯的路面非常宽 可以把线走满 走满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回到了最后一个弯 回到了宁波赛道的主直道 那么通过前面的龙门架之后呢 我们计时点的这一圈就结束了